马主席来了 国民党不敢怠慢 目前整个党部内部将要重新规划 主要是为了维安上的考量 像是本来在三楼的党主席办公室 他的纵身只有三公尺 不利于维安 因此目前国民党请上 把党主席办公室移到五楼或十二楼 让马总统的安全没有漏洞 马主席还没上任 但国民党已经悄悄要展开空间革命了 首先中常会要换地方开 特勤明估在一楼开中常会 进入人事复杂 管控不易 规划在马主席上任之后 改到十二楼方便管制 而马主席的办公室 现在也几乎确定 不会沿用吴伯雄三楼的办公室 在参佐委安单位的相关建议之后 马总统未来就任国民党党主席的办公室 将会从三楼一到五楼 由于三楼主席办公室 距离电梯只有三公尺 纵身不够 压缩随护反应时间 恐怕造成委安隐忧 加上马总统在去年当选之后 也曾经在五楼办公 比较熟悉 又是独立办公空间 方便随护管理 另外一个副案 则是把党主席办公室 跟常会厅一样 移到十二楼 腹地大 动线单纯 可以容纳全部的随护 不过由于改装需要一笔经费 国民党担心 马总统不愿意 两岸目前并程评估当中 但是可以确认的是 未来巴德大楼 会因为马主席的进驻 也多了宪兵跟电子安检门 中文字幕 华明君 绿桥 特别巴道